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伊丁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中央民國113年7月12日 星期五 昨天老媽呢 把我們這個 原子末端這顆紅心芭樂 再做一個蘇檢 我們前幾部影片 有幫他做一個矮化修剪 那矮化修剪完之後 他馬上 長出了很多的一個 枝芽出來齁 那也開了非常多的花 那昨天老媽呢就幫他做一個 一個蘇檢 蘇檢就是把一個 多餘的一些枝條 葉子 把他修剪掉 都丟棄在這個 芭樂樹的周圍齁 就讓他堆積著 那今天老媽要做什麼 他今天要來套袋 要套一些紅心西瓜芭樂 套起來 八九尾還是新立 還是古立 古立 現在套的話大概 農曆中秋節 中秋節期間 就有的吃齁 那長了很多果啦 我想不用套那麼多 不然你看你要套多少 套一套 像這個太大顆 已經很大顆 你看上次我們修剪完之後 就是變成這樣矮矮的 大概一個人高一點點 所以作業上呢就很方便 很多人都在問果樹怎麼修剪 但是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手法 那我們的手法就是 盡量的 讓他這樣子開心形 或者平鋪式的這樣子修剪 那一個人能夠作業 不用再墊椅子為主 這樣就很方便 這樣就很方便了 我記得上次影片 樹膏大概到這邊 我們幫他做一個修剪 也是由老媽和我一起來操作的 修剪完也沒多久 現在 八六果都長出來了 長很多 有啊 這個很大顆 對啊 這顆就可以藏了 不過裡面 我早就來修剪 又來 你有修剪 又來修剪 又來修剪 又來修理不好的 尾巴不要太麻 太麻的就鋪行 那如果這樣 跟日頭吃 就鋪行就不會走 鋪行就比較少 比較不會走 因為我都要修理一下 那你用 就這樣而已 還是都是剪的 我找剪刀來修理一下 用這樣 涼涼涼 那個 巴勒的枝條 比較嫩 比較 嫩 嫩 比較嫩 比較嫩 台語比較嫩 所以一定要用刀子 我想說怎麼那麼厲害 底下那麼多 全部用手摘 那個西瓜紅杏巴勒 它的果實 就是屬於比較 要稍微長形 稍微有點長形 稍微有點長形 你看那右果也是長這樣 那像這樣子的話 這個都被輸掉了 那這個其實留兩顆還太多 這個還是要輸掉 留底下這一顆就好了 朝下的方面這樣就好了 這顆已經這麼大了 這兩顆就要輸掉 就好 嗯 這也會很大顆 還要輸掉就是 老鄉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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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不會說 大顆之後才會被拗 像這個枝條 留這一顆 就可以了 好 你怎麼知道 不得搬到這隻雕了 蛤 很多雕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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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不出bait 很多 人家 大家要去觀共 什麼 我也是觀共 現在是農曆六月 六月到六 七日 七月我看一下 六 七 八 大概三個多月 可是夏天喔 它水 ei 長會比較快 說不定 不用等到中秋節 廣人的芭蕾比較好吃,是因為行動比較慢 糖分累積會比較多 夏天芭蕾因為溫度高,水分足 長大的速度快,糖分累積就少 這斷芭蕾我就覺得比較沒問題 這斷芭蕾就比較沒問題,這位 這位,你壓住,這位向館上的 這位就往外處處,我就是要撈一半 糖分累積,比較沒得到 撈一半,累積了 一早要上班的途中,到園子來 老媽就在處理這些事情 紀錄下來給各位做參考一下 大概這個時間點套個幾顆 中秋節就有得吃了 大家再回顧一下我們之前修剪的影片 來對照我們現在套袋的這個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巴勒真的是需要修剪 修剪完之後變得這麼的漂亮 長得這麼的好 一個人高度剛好都可以作業到 既輕鬆,然後又有得吃 那也不會很多病叢害 因為已經把它做一個修剪 修剪完之後再做修剪 修剪完之後再做修果套袋 好,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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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修剪,請訂閱 我記得我們下次記得 我 Animal Do 如果你抵抗我們 我們下次見 我可以選擇